Photo Impact製作彩色的標題文字 我們在App Inventor,我們在這地方有我們的背景圖 然後點選左邊T的文字點一下 這時候在畫面上點選就可以輸入 比如說我輸入五色鳥 專題 那打完之後呢 點箭頭再點回來T T才能夠改變文字 那為什麼要點箭頭呢 因為點箭頭的時候都可以選到全部 再點回這個T 那接下來設定字體 字體要選樓下這個 那這台電腦沒有裝 我們用這個 微軟正黑體再大一點點看看效果 我們再加出好了 那加出完以後呢 在PhotoMaker我們很容易可以加 比如說我希望是什麼 裡面是白色 裡面是白色 周圍的框線 點這裡打勾 點這裡我改成紅的 加紅色的邊框 這樣很醒目喔 還可以再來一個做什麼呢 打勾加上陰影 那陰影的效果在這個地方做設定 點選一下 那陰影以這裡來說太多了 改成五就好了 好 那如果說你覺得老是字黏在一起 好那要開最後右邊這一顆 顯示工具隱藏 然後 記得喔在這裡按兩下 拖曳選取文字 這時候才能改 然後更改什麼呢 字的間距 就可以把字拉開一點了 那目前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想做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好我們按右鍵再複製一份 再看 按右鍵再貼上 我再做另外一個喔 在 我們的 Foto Ampick右邊第五顆白寶箱 點一下 這個地方可以切換到圖庫 那看一下喔下面有什麼 文字這個地方 屬性展開來 全部 這邊有很多現成配色喔 比如說我要採用按兩下 它就變成採用效果 顏色很難看耶 因為周圍的邊框不好 點選這裡 我把邊框顏色改成白的 各位再看一下 喔這效果是不錯的 或者改成黑的 白色好了 白色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好 所以在這裡呢 我再 按著Ctrl鍵拖拉就可以複製 我們再試一下別的效果 所以這是火的效果 喔這裡很輕鬆就可以做出很棒很棒的文字效果 那這個標題文字呢 按滑鼠右鍵 點選影像最佳化 這時候再點選png 就可以有一個 不一樣的彩色標題 另存 存在我們工作資料夾 那叫Title3 那接下來回到App Inventor裡面來呢 我們回到主畫面來我要做修改對不對 回到那個什麼Screen1 五色鳥專題原來是這個 那我們要把它上傳上去 好各位看一下 我在移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點選上傳圖片 選擇檔案 回到我們工作資料夾的這裡 我把我們剛做的這個 紅色光暈的五色鳥專題 傳上去 確定 傳完以後呢 接下來在這裡 在 圖片的地方 點選圖片這裡 再來做修改 T3 確定 好那就改過了 那這個就提供大家做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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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